高庭今天撤销内政部长西山木丁 把金水梦2.0立为非法组织的指令 数十名出庭临时的民众 包括金水梦指导委员会成员在文判后 开心地互相拥抱祝贺 比在休庭后高喊Verset口号 法官罗哈纳于索夫认为 在金水梦2.0被立为非法组织后 从处理接洽到和金水梦谈判 内政部长都表现出不一致的态度 他认为内政部长把金水梦2.0 立为非法组织的决定 以遭到不合理的污染理应被撤销 政府转型计划路线图2.0开放日 今天在吉隆坡举行 5级阿门警察总部法帝马助理总监 在开放日上表示 政府已在成果鉴定150个花园住宅区 为高罪案区 并将在未来三年全力打击住家窃案 警方也将在年底推进网上查询系统 让报案者上网了解他们的案件调查进展 另一方面 虽然政府转型计划中将打击贪污 设为七大国家关键成效领域之一 不过打击贪污实验室负责任哈迪伊布拉辛坦诚 持续发生的贪污丑闻和不利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形象的案件 并没有使民众和国际改善对大马的贪污印象 选委会副主席汪阿末说 原局这手指被点没投票的选民 若在投票日当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改变主意 他们依然可以回到投票中心领取选票 他指出 一些到了投票中心后不愿意接受点没制度的选民 除了不能获得选票之外 还必须向执勤的选举官证明本身是第一次前来投票 若选民因为点没一事和选举官发生争议 选举官将会传召投票站主任以处理问题和多数最终决定 槟城副总警长阿杜拉辛高级助理总监说 槟城是私会党的天堂 很久以前就有平和小三王等私会党组织 涉及他州的严重罪案活动 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 槟城警方昨天才逮捕了93名私会党徒 并起货攻击性武器等物品 阿杜拉辛表示 警方会严密关注和打击这些步伐组织 安全行决运动分子巴拉苏巴马连 推出新的防掠夺装置 让女性驾驶者能够防范被匪徒敲破车镜 掠夺手提包的事故 他说有关装置的概念来自于手提电脑的钢丝锁 并增添活结金属扣 以给予汽车内座位颜色一致的遮布 他希望政府能够承担这笔开销 让女性车主免费领取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王塞之承诺 将会在下个星期向首相纳级介绍上书装置 同时会建议政府免费赠送给女性车主 更多新闻请留意 新宗日报或连览清楚爱.com